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已经是一个危险分子 她不想连累女孩真有美同她过上流浪逃亡的生活 女孩真有美了解真相后 对眼前这个男人充满了好奇与欣赏 勇敢的她决心要帮助杜丘找回真相 逃亡时杜丘和警察展开争斗陷入危险 真有美两次救她与麻烦之中 其实马匹的真有美是那么天真果敢 杜丘 你看多么蓝的天 走过去你便可以融进蓝天里 杜丘 我喜欢你 杜丘 我是你的同谋 这些皆是由真有美嘴里说出来的话 这些情话让清冷的高苍健 渐渐变得柔软起来 那时的两两相依生死相随的爱情故事 到底就是如此了吧 有了另一份力量 检察官杜丘终于找到了陷害自己的人 这个人叫红路静二 受幕后大股东钢了戒的指使 诬陷了检察官杜丘 早在诬陷事件发生之前 杜丘在任职检察官时 曾想调查大股东所在的医药公司的自信情况 心狠手辣的股东便想让杜丘审败名列 一场复杂的政治阴谋 牵扯着无数个历练 可是最终邪不胜正 杜丘潜入层层危机 最终将真相查明 把长纲了戒的罪行公之于众 长纲了戒被处以死刑 真相终将大白 而杜丘在成员得雪的同时 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冰冰中一切相遇都是注定 如果没有真有美的支持 真有美父亲的帮助 也许杜丘找尋真相的路途 还要走得更加慢些 温暖人间也绝不允许 他人肆意的污蔑与诽谤 就像杜丘 一路坚持一路抗争 尽管他没有办法改变世界 但是他改变了自己 选择做一个坚持的人 守护着心底的光明与坦荡 不像那个权钱交易的黑暗社会妥协 我是小应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热影时光